蓝天红潮席卷而来 2012决战大台湾 台湾一天一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小慧 今天我们在千锋公共电视台政治频道上 来跟您聊天 因为台湾的总统大选辩论会才结束不多久 相信所有的关心台湾政坛的人 台美人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免俗也要来讨论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在这一次大选里头的一个中国因素 那么今天我邀请来跟我一起讨论的 也是我的朋友郭树仁先生 郭树仁您好 小慧姐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说中国因素 其实在台湾开放总统选举 几乎每一次 都有中国因素 那么当年的武力 然后朱镕基的延迟动吓 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更细致的中国因素 麻烦不如台办 麻烦不如台办 所以这个民间的这种说法也可以看出 今年这个选举里头 这个中国因素的这个痕迹处处存在 但是有一个我比较想要先提到的就是在许多迹象有中国因素的迹象里头 一个最值得万为的是在礼拜六的总统大选里头中国一向管制言论自由的中国他居然开放这个四个网络媒体来转播直播总统大选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网络警察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这次四个网站能够同时转播 这是空前之举 这中间透露的什么意思 那么就你看到的 网民透过这些网络看到直播之后 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的 您先谈谈好吗 好 我想啊 中共他先考虑到说 这次总统大选的 这几个候选人的辩论 一定不会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 对他没有什么冲击 而且他可能想 当然第二个是说 他认为说可能马英九会 就是说占上风 对他可能就是根据去年ECFA的辩论 对对对 那时候蔡英文好像居下风的 对对对帮他传播一下 而且就是说表现出说 我们现在开始要开放一点 因为前一段时间才被冲击嘛 艾未未事件有两万多个人上网去捐钱给艾未未 所以说他也表示他也放松一点 有这个姿态 但是的话我觉得 这个中共会帮南营的话 这是大家就是说天下皆知的事情 但是他的效果有多少 还有台湾的这个选民买买单 这些都是一个问号 甚至于台商回台湾的话 是不是听中共的指挥 这都是一个问号 对了你谈到台商 那么我们就先提到台商的部分了 在这个今年九月十月间的时候 我记得马英九在一个世界华侨的那个活动上 他就讲了对那些台商讲说 你们回来的机票 减价问题已经谈好了 大家都可以买到半价票 那么很多人就开始讲 那是谁来补贴另外一半呢 你会认为是中国补贴还是台湾 中国补贴还是航空公司自己吃下去 那他讲不下去了嘛 对不对 在台湾的话 你如果说政府补贴 那你开玩笑了 那就是政治丑闻了嘛 对不对 就是无疾而终了变成 所以呢 可是问题最新的报道来讲说 台商事实上要回去投票的情况 没有国民党政府所一起般的热烈 因为有些台商说 年底他们因为要放年假的话 过年 过年 那他们要把业务赶快完整 他没有办法一个生意半个月以上不做事的 所以台商因此不一定有兴趣 又是选举回去又是回去投票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中国国内的经济 大家认为都是也受到冲击 景气并不如外界想象的好 那么在中国求发展的台商 作为中国企业的一环或者一个成分 必然也受到波及 所以呢 这个受到冲击的台商呢 他们是不是还有闲情意志回答投票 也是一个观察点 第三点 这种台商回台的那个特别班机啊 都是所谓的半夜班机 半夜班机把台商送回台湾之后 台湾那些台商不一定都住在台北 不一定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到老家去 所以技术问题很大的 所以呢 最新的报道说 有些台商是在观望的 如果要期待台商来预注票 恐怕是不是能够如马银 或是某些方面的所愿 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 就是说 这个政治的话 如果说帮这个商人拉进来表态 这是一个很笨的做法 也伤害就是说这个国家一个商业 因为商人的话 最好你在政治上不要给他表态 他就是一票嘛 你王永庆一票 对不对 那个王家那个大哥也是一票嘛 所以说我们 那个来看就是说台商的一个投票行为 以前我们都晓得台湾的 就是说以前的历史 说买票 对吧 以前的买票说 我钱给你你投我 好像很有信用 但是现在好像这几年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最近这几年 怎样说 钱照收票不投 那么这个原理 会不会也适用于台商 我做你的廉价票回来 我不一定投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 会啊 因为怎么讲 因为投票的时候就在那么一块 对不对 他在这个时候 他可以决定他 而且我是不是也可以补充你一点 是 因为我认为 我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说台商 即使回来 做了你的廉价票回来 台商不见得投马 阵营的票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台商 我听到的说法 就是台商他们普遍觉得 马政府轻忠之后 台商在中国大陆经商 反而没有贬政府时候 那么能够做得好 反而是被人家打入这二流的台商 或者是什么样 受到欺压 这就是所谓的台商 希望有一个后盾 就像是嫁娘家 希望娘家强 你嫁到夫家 你到夫家去不会受欺负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对当然了 如果说从我们政治解读来讲的话 是 今天没有一个 就是说跟中国有区别的 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 怎么会有台商嘛 是不是 你台商的话 就跟港商一样嘛 对 而且就是说 小慧姐你刚刚讲的不错 这个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纠纷的话 可能有两万 但是真正解决的有没有 没有嘛 你如果说今天 马政府给他解决的话 这些台商的话 我想他的票可能投得下去 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事实上今天新的报道说 在台商到中国去 发展不顺遂 成为台流的 听说也有一二十万 是是是 那么这一二十万的话 他们比这个台湾的一般民众更可怜 因为当年风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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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京中国 现在落得这个样子 他们我相信是 所以说难营的话 就是说在没有招之下 这个如意算盘的话 我想可能会可能会失算了 当然我这边 这个我想提另外一个中国因素 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因素 这个在 所以就是说在台湾内部的名嘴 我不晓得他们是 是不敢提还是不愿意提 还是 怎么我觉得怪怪的 但我们的海外的话 我们要提 就是说 我们晓得这几年 这个就是说 这个从中国大陆的 出来的一个练功团体 就是法轮功 或者是他们有媒体 新唐人大纪元 他们非常蓬勃 非常团结 而且在台湾的话 我举个例子 台湾的话 就是就是上个月 11月27号 好 他们在这个台大 在台大 他们本年度的世界的这个 练功交流说明会 在台大体育馆举行 结果 小薇姐 你才有多少人去 多少 八千七百 规模很大 规模非常大 而且我相信那八千多人中 应该有相当的比例 是台湾当地的练功者 对 我想这个 我对这个法轮功这个团体的话 我稍微花了一点时间 去关注 去研究 尤其在台湾的话 我看到这篇报道 他估计 他说估计 估计就是说 这个台湾的学员的话 差不多有七十万了 这么多 就是说他们 就是说这个练功的话 他是在台湾的三百 三百个乡镇 差不多都有 各地都有 差不多有七十万 但我们也不能小看 因为在那么紧绷之下 这七十万里面 可能有六十万的票 你打个最保守的折扣 应该六成了 六七四十二了 应该是有六成 四十万 对不对 四十万 人家那个 那个 预测说是 马菜之间的票数相差 大概就是二三十万 对 而且的话 那个宋紫瑜说六十万 他们都 那个 那个马亦有 他们阵营都吓死了 所以我 我讲 我那个 我们在海外 就是说这个观点 跟台湾有些不一样 我在若干年前 我就讲 我在若干年前 我就讲说 提出一个口号 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说 反共 应该是 今后华人的 一个共识 那我就 我就感觉说 台湾这一次 当然有些 有些人还 因为蓝赢还在定位 说是蓝绿对决 对吧 那蔡英文 已经定位说 以后要和解 对吧 这个人定位不同 我的定位的话 是说 一个价值观 一个反共 还是亲共的一个对决 因为我发现的话 蓝赢有些 蓝赢有些 很大一部分人 其实对中共 是有距离的 我举一个最 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黄冲夏 就是标准蓝赢 里面非常 非常反共的 你去看他的文章 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因此的话 法轮功在台湾的 这个 这个投票的一个 一个意象 一个 因为他们是 非常团结的 而且他们对中共的 就是说 反共的这个 这个意识 坚定 非常坚定 而且是非常 他们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被打压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在 在这次选举 2012的选举 它的一个发酵的话 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 大家要 要看一看 不能忽视 绝对不能忽视 这是中国因素的外章 对 对 这是应该讲的 中国人的因素 不是中国的因素 那么我们还在拉回来中国的因素来说 回头我们再谈谈 刚刚谈到的就是说 他开放这个网路 转播这个选举的辩论 那你看 因为从目前所得到的一个网民反应来说 有不少人是直接看到台湾这个几个候选人的辩论 有一个网民的评论 我个人看来是印象很深刻 他说看到台湾总统候选人这样子的辩论 相信台湾回归的意愿不强 那么假如这个是一个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有得到共鸣 或者引起中国的重视 你看在下一场的辩论里头 中国会不会继续开放网路转播 我跟他有可能关的 有可能关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跟他讲中共对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 他随时可以关 所以因为各位观众 说礼拜六的这个第一次总统选举候选人的辩论已经结束了 按照他们的规划 接下来还有两个礼拜 各一场的辩论 本周六就是第二场辩论 是由副总统候选人 那三个总统候选人在下一个周末还会再辩论 中国到时候会不会开放 我们就拭目以待 对不对 好 今天谢谢各位观众的跟我们分享这种观点 希望大家日子过得快乐 继续关心国内的乡情 也继续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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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